台南有一间托婴中心传出了涉嫌不当照顾 家长控诉教保员在帮宝宝拍背哄睡的时候用力过度 甚至另外一名宝宝攀扶摇蚁摔倒也没有及时注意 造成了宝宝往后养再摔第二次 包含了四名孩童出现了大片的尿布疹 最严重的脱皮溃烂 而孩子的年纪平均才5到7个月 家长哽咽成情 社会局会同其他的局处稽查 已经针对四名教保员开罚 托婴中心勒令亭业三个月 女教保员同时照顾两位宝宝 右手喂奶左手帮忙拍背哄睡 但力道似乎有点太大 手掌拍在小小声去背上 想象声响频频传来 家长看了好心疼 还有这段立民男婴攀扶摇椅 一个中心不稳往后摔 碰的医生后脑着地 教保员像是有看见却没及时帮忙 孩子靠自己爬起来却两度跌倒 我不知道为什么拍隔红睡 也可以这么大力 小孩子重摔后脑槽 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去扶 让小孩子再摔第二次 心肝宝贝在园区 尽是如此被对待 家长难过又生气 甚至孩子回家屁屁红通通 统计有四人尿布诊 最严重的甚至还脱皮溃烂 可是那次的红是 私密处上面都已经红到一个不行 而且稍微破皮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被隔离在教室的角落 插在那个婴儿椅上面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然后老师才把他抱出来 然后才去睡午觉 就算是一个大人 不管你一个半小时都会 家长控诉托婴中心 种种不当照顾 一度说到哽咽 说托的孩子平均年龄 才五到七个月大 我相信我的托婴老师 都是很用心在照顾 每一位小朋友 绝对没有要额虐的事实 原方出面鞠躬道歉 虽然强调配合调查 但市府展开联合机查 认定有疏失 照顾人员有市民 各罚新台币六万元 针对教保员开罚 也对托婴中心 勒令停业三个月 园区里的三十五个孩子 将协助转脱到更安全的环境 记者黄富奇探的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